有本事通通事先讲 本周一是跌143点 很恐慌的时候 我说毫无悬念 毫无悬念它是甜甜价的买点 是不是 本周一大跌143点 在17669 江老师说毫无悬念 最后压缩买点甜甜价 马上要喷出 有没有喷出 连续喷两天 我昨天说什么 我昨天跟各位讲 1878会来 我说两周内会过万八 不要只是看万八 那意义不够大 你要嘛就看转折预告值 在1878 没错吧 昨天还很用心的 很有霸气的画什么 画火车的月台理论 你知道吗 当万八过了 当18034过之后 四个字形容 海阔天空 所以同胞你看 今天逼近了 好我今天继续跟各位说 OTC跟电子已经大多头排列 今天OTC创新高 是吧 所以未来两天 大盘也会大多头排列 所以听我的咯 不只是看万八 而是要看18500之上 请各位务必要把握 最后买在万八之下的机会了 岁末年中 江老师也提供了 农历年后才起算会期的 感恩回馈的优惠 请各位把握 今天节目很精彩 一定要看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绩的节目 江老师的预告 有够省准对吧 我在16248 16162 然后呢1716717562 还有本周一的17669 我都说是拉回的天天价 有没有 先攻万八再加万九 来 好那今天已经逼近万八了 注意听 我的看法是 很有机会会跳空过万八 甚至很有机会会跳空过 18034 所以珍惜了 珍惜你可以最后游刃有余啊 买在万八以下的机会 你知道吗 我上周预告一件事情 本周三后季线会怎么样 高速翻扬 没错吧 来直接看图来 好你看哦 是不是本周三开始 季线高速翻扬 有没有 已经快要还到他 来 你注意看哦 看我的游标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 好他今天扣这里 对不对 明天开始扣高速度 高速度的扣低 也就是说明天会高速的 更加高速的翻扬 那高速翻扬之后呢 大多头牌就出现 头牌你知道吗 我现在录影时间是 礼拜四的下午三点多 来好不好看期货盘 台子近月的期货盘头牌 来注意看张大眼睛 我把它放大好不好 我把它放大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东西 你看到什么讯号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黄金交叉 有没有 月季现金叉的就是说 由领先的期货盘来看的话 有没有已经如我预告的 本周三后季线高速翻扬 终究会大多头排列 所以好不好毫无悬念的 是不是通通事先讲 有没有你看哦 我每一次大声疾呼 请你要把握天天价是不是 本周一可以买1769 有没有 然后呢喷到昨天17826 我说17834赚我就攻击 没错吧 全国第一的 五个买点通通四千奖 全胜爆赚 全台湾唯一 每一个买点全部四千奖 让你事后验证爆赚 头牌其实不止 因为我的眼光不是带各位赚刚过万八而已 我的眼光是攻万九 我早就事先各位讲过了 有没有 好 我昨天还特别话图 这是我的控盘转折 全国唯一具有预告能力指标 我说过 你看万八已经没有意思了 因为已经逼近很 已经离很近了 对不对 头上来18718 这是全台湾唯一具有预告能力的技术分析 是这样的 是独创的 没错吧 够强大吧 对不对 好 其实你看这个火车的月台 你看前一波 这个半年的月台突破 他突破后 请问是不是可以用四个字来做形容 是不是海或天空 他一旦突破半年的整理期 是不是你当下要有霸气 要有信念 你要用这种精神赚暴力的精神 然后呢掌握住之后呢 这三四千点啊 三四千点的暴力啊 头发来哦 你看是不是半年 其实不止半年八个月啊 他被股市在这个大乡型大月台 有没有 已经混了八个月 他一旦突破头发 你认不认同我说的 一过万八会海阔天空 没错吧 今天17946了 是不是大于17834的 是不是马上要黄金交叉了 所以呢听江江的 你不要只是看万八了 昨天画图跟各位讲过 18718了 是不是 未来两天大多头排列 喷出是必然 是不是大多头排列马上要成型 喷出是必然 我早就预告 我在这里就预告先攻万八 再在万九 没错吧 一路坚持只有这样做得到 赚暴力是靠什么 靠专业靠坚持靠这个霸气 我们可以带会员咬住 一路赚到万八跟万九 那你可以吗 你耐得住这个洗盘跟震荡吗 所以把握最后了 今天是17946 把握最后买在万八下的机会 MACD还差一点点 或许明天就翻红了 那翻红前我都认为是最后的机会 讲得够清楚够直白 我一路预告的全部都命中 五个波段大买点 竟然百分之百精准命中 因为现在的背景是OTC电子质股 已经大多都排列了 只剩大盘 大盘也是必然 所以喷出是必然 过万八是必然 挑战18500之上 我通通讲在前面的 请各位把握 好今天是12月23号了 马上过耶诞节 耶诞节过完过元旦了 2022年的新年就要来就对 感恩回馈啊 农历年后才起算会起 用我教堂老师的 主生产标股SOP 看对重压暴赚的方式 带你从2021年跨年 赚到2022 请各位把握 因为是农历年后才起算会起 所以呢越早参加越早享受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你看哦 我讲的是不是 让你看见宇宙趋势 马斯克的版图入主的台股 有没有我们是不是讲过 浦岸跟借村店 借村店呢连续三天涨停 不需要追的对吧 来 我的第一手讯息 明年大成长造就 他本益比资产只有8倍 大盘本益比14.6倍 我帮会员选择标股 本益比只有8倍 请问符不符合 价值投资的概念 他是谁他是立台 昨天喷涨停 今天又喷涨停 获利减买一半可以接受吗 带进带出会买会卖 获利实在可以接受吗 来50类磨一键 不止10类磨一键 台湾科技业唯一这个必要的元素 非他不可 也就是说没有他台湾科技业 无法有稳定的成长 昨天喷涨停 今天创新高 是吧来投资 今天呢亮晶晶集团投资 你看这个是很大很重要的观念 很重要的观念哦 横盘整理 整理有够久的 洗盘洗的有够久 每一波都是如此 有没有我说过 亮晶晶是非常缺的趋势 我是电子产业界的出身 我讲的是产业的发展 不是短线的小鼻子小眼睛 非常确定的趋势 今天呢环球金的老板出来讲了 有没有认证了 2024年前不会公补应求 所以我讲的没有错 大成长组组上趋势 中美金合金加金台湾科 受合的元金党党获利啊 所以请各位把握 来投我今天会开牌一档股票 就是我上周战报讲的很清楚 对不对 元宇宙是长趋势 你错过第一波的预创106% 新一波的黑暗洪荒之力在一起 太精彩了 事先预告事先邀请 你当下就把握 今天开始获利了喷出了 东方爷这是我的实力 然后呢今天跟各位讲一些事情 这是6781的AS 今天再喷涨停 你看哦 他从800900块喷到1270来 你看1270对不对 今天AS 1760涨停满 重点是他在哪里 重点是这样子有谁抱得住 你买这里然后这里即便做加码 你抱得住吗 有没有人抱得住 他从800900喷到今天1760 这段时间有谁抱得住 耐心是不是成就暴力 就是我讲的啊 所以我邀请所有认同主身段理念的 有霸气有恒心的 有坚强信念的 AS他是这个精神 什么样的精神 他今天涨停板代表一个股市的真谛 股市的精神 我说过AS没有风格只有精神 不只是有风格也更有精神 什么样的精神呢 能够暴赚主身暴力的精神 坚持主身财富才会倍增的精神 几乎9成9的股票 涨多有没有 涨这一大段之后 涨这一大段之后 他都会出什么出现横盘的真理 他横盘整理能够抱住靠的是精神 你对主身段标股的信念 懂意思吗 他未来的喷出才会有你啊 而不是做短线 其实不只台北股市 你看这个三一四一的金虹 我们从低档一路赚 目前赚超过两倍 那你横盘这样你看哦 他的走势走势横盘 走势走完就是横盘 他未来会这样子喷 这段时间你能够抱住吗 你能够抱住才能够真正享受到 主身段标股的暴力 就是三五三三的加折 今天继续喷新高了 我在这里讲讲什么 讲嘉义鸡肉饭 超好吃的嘉义鸡肉饭 有没有你看从股价 从我还不到600 今天756了 已经越过747了 是不是很多啦 今天中美金 你等到今天大涨才追吗 为什么不低档买金 就好好报老 报一个波段呢 3034的联用 也是创新高了 还有这个是三四四三的创意 你看哦 几乎九成九的都是如此 涨完之后休息 休息后又涨 涨完之后休息 他喷一根之后又休息 是不是重点是什么 他的长趋势 但是整个大多头排列没有改变啊 所以江老师要各位讲什么意思呢 你都曾经买过标股 对吧 没错吧 但是真正能够从股票市场 真正把暴利赚到口袋的有几个 就是台湾目前赏户最欠缺的精神 最欠缺的观念 他都被很多同业很多投股搞到天天换股票 天天追涨停 天天追涨停 他以为很快的三天两天就可以财富 这个翻倍就可以一夜置付 你必须改变 你的股市生活中生涯中 都曾经买过标股 可是即便你曾经买过标股 可是到头来却没有爆赚 却是产赔 却是伤痕累了 为什么 2021年马上要结束了 新的一年 展新年马上要来 你明年想要赚多少 你今年不对的事情的恶习 通通要改啊 有没有 大多头排列嘛 他就是大多头啊 大多头一定会轮动啊 会轮动你就不可以买强杀弱啊 你就不可以追高杀低 没错吧 所以我说过 低档布局坚持主生 轻松赚暴利 这才是王道 这是我希望你持续看我节目 看一段时间之后 你能够吸取的精神 懂我意思吗 涨停财追容易套 套住就被洗盘了 一被洗盘就被追高杀低了 没错吧 所以通通听江江的 做短线巴菲特致富不靠短线 巴菲特爷爷他没有在做当冲 所以呢 做太短我跟你保证被无限双疤 但是做波段咬暴利 咬主生暴利康庄大道 这是我一再重复的事情 所以邀请大家 税末年终 马上到2022年了 相信江江相信专业 相信主生段标股 我的扣3D预告技术 全国最强 你看大盘5个买点 利用我的技术 通通事先讲 事先讲事后验证5波全胜 暴赢了赢翻了 不只赢到过万八 还要赢到18500之上 是不是讲得够清楚啊 所以再次强调了 坚持主生是种精神 坚持主生是种策略 坚持主生财务倍增 它是一个康庄大道11党啊 2021年11党用11党标股 希望maybe过几天有变成12党 用11党股票让你见证坚持主生 财富倍增的康庄大道 所以再次重复了 农历年后才起算会期的优惠 越早参加越早享受了 那我一路预告坚持 每天预告未来的节目 如果你认同 如果你喜欢 记得要帮我订阅 按赞跟分享哦 那两大粉丝团 用扫描QRQ的方式 来做加入 好不好 来跟各位简单讲一下 来有没有1639三党 这个是什么是信念 这信念就是说我对我的专业 我利用我的预告充分表达出来 让所有喜欢这样的粉丝 都能够与有荣烟 都能够共创双赢 我说万八万九最少满足点 有没有第一次 然后都预告10月12号 公万八占万九 10月14号扣3D是不是 我的扣3D技术 就是你一辈子大富大贵的基础 没错吧万八了 第一次万八我说会回 会洗 为什么大多头排列还没有来 是不是拉回来赶快买 再喷高又赢又大赢 还是没有是不是 我没有空口说白话 我没有把还未发生的 跟各位欺骗 我不会因为要收会员 讲任何的行销的话 我都讲真的有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所以他又会回来再攻 要等什么等大多多排列 没错吧是不是又回了 回来赶快买 投资本你看你看这个 123有没有 小宫拉回再喷 小宫拉回 买点对不对 本周一讲毫无悬念买点 是再喷 是不是 昨天讲1878会来 月台里面突破海阔天空 是不是 你看这一张 会员说 会员说江老师惊为天人 吓死人了 有没有 我是江江 我是全国最强的江江 我在礼拜一这样毫无悬念 会123这样喷出 有没有 上个礼拜会123喷出 来你看今天 123一模一样 上周预告的本周竟然一模一样 是不是 所以好好的把握机会 我跟各位讲过了 跳空过18034 那一旦过万八海阔天空 所以你不要只是看万八 现在1794你看万八 才100点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吗 你要把眼光把这个视野 放到1878之上 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昨天是不是讲这个1878 对不对 昨天数字是1878 来今天呢 今天又变化了 变化到哪里呢 来哦 你看哦 昨天是不是1878 我一样给你加三嘛 看三个月后来 18958了 今天数字变大了 因为今天涨100多点的关系 所以这个数字呢 今天就变成 变成多少 18958 他会来了 你懂的意思吗 所以的话 你不要只是小鼻子小眼睛 还在那边看万八会不会来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概念 我跟各位讲的够清楚 我是江江 我是全国唯一具有预告能力技术的发明人 这是箭头 三道金牌是往上 然后呢前波这里是扣3D 这里也是扣3D 毫无悬念 喷啊 这里喷多少 至少三个月 这边也至少三个月啊 12月1月2月都是大多头 够清楚够直接吧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耐住性质 很多人都因为耐不住性质 无法成为赢家 这是真的很残酷的事实 所以我尽量把我的技术 发挥到最大的这个能力 然后呢也跟各位灌输很多很多 你要成为赢家 你要成为有钱人 成为跟大老板一样的资本家 你必须建立的观念 来好不好 所以我的技术班 全国唯一具有超强预告能力的技术班 请各位好好的学习啊 就是参加我会员的价值哦 越早参加越早享受 为什么 因为是农历年后才起砖会期啊 来好不好 来看ODC 领先创高回档 然后再喷 是不是 我说过很快就大多头排列了 我在12月10号 没有赶快买 赶快买 大多头排列了 是不是 你看哦 12月10号我都什么 按照惯例三个月多头 OTC大多头排列 因为季线翻扬突破金叉之后 三个月它不会逆转 它不会反转向下 正常而言 所以按照以前的惯性呢 一旦出现大多头排列 30天 黄金暴利的时期 今天创新高了 是不是 我跟我讲你赶快买 创新高了 是不是 今天证明 OTC创高因为大多头排列 没错吧 来 今天电子指数也喷出 是不是也是因为大多头排列 是不是 所以同胞来再看一次哦 好 既然OTC它喷出因为大多头排列 电子指数今天创高也是大多头排列 那请问啊 那下个礼拜就要大多头排列啦 那一旦它未来两天 应该是明天啊 大多头排列之后 那后面是不是喷出 后面是不是一个很清楚波段的喷出 没错吧 所以你再也不要跟各位说 不要跟江上说 江老师好可怕万八不会过 没那回事 我讲的够清楚了 我在16248就笃定断言跟各位讲什么 先攻万八再加万九了 是不是这样够 够有霸气 专业度够 所以哦 学习永远是最赚钱的投资 好好把握机会 我的扣3D技术建议你了 想尽办法都要学会 为什么 因为它是让你财富翻倍的最厉害的武器 我今年帮会员11档持股 赚超过一倍 每一倍每一档都是靠着扣3D技术 赚到的 你看这个建策扣3D 单比一倍以上啊 108%啊 好 这是预创扣3D 100个percent啊 有没有 这是伪权店125% 有没有 这是九阳赚101% 是不是坚持组身财富倍增 想办法在你的股市生涯当中 一定要先做到一件事情 想办法让自己有一档股票 从头报到尾赚超过一倍 假设你听我的 你真的有一天你做到了之后呢 你会享受 你会认同 你会非常非常的认同 哇 原来就是真正大资本家 越来越有钱 大股东大老板 越来越有钱的真理 而不是每天跑来跑去 每天追涨停 追短线强势股 一转落把它卖掉 又换最强的 那个是史无统啊 同意是哦 所以头报真的听江老师的 要赚就赚主身段 头报你看哦 我的扣3D有没有 台胜科是喷出 头报你看这个中美金 头报你看哦 这个中美金你看横盘这么久 有谁抱得住 有谁抱得住 这是明年的大趋势 在200块钱 200块的中美金 那是喷出喷到230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利多又来了 好 这合金合金这样子喷出 那请问这一段有谁抱得住 那这一段到底有谁抱得住 没有人抱得住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讲哦 耐心成就你的暴力啊 所有邀请认同江老师 坚持主身财富倍增的投资朋友 好好的把握税末年中的优惠哦 那这事实缩合193205啦 是不是扣3D 扣3D 转折力到4往上变205啦 每一档都是扎扎实实 很用心去研究 然后去布局肯布局肯爆老头 你看哦 你看105喷到205 是不是又洗你了 是不是你一追墙 你四天前礼拜一 你去追高杀下来 然后如果你做短线 你又太弱留墙了 你又把弱的卖掉去买墙的 结果呢强的又转弱弱的又转强 是不是那轻松获利啊 今天是不是很强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都是精神 都是你认同我的理念之后的霸气 所能够转换出来的获利 环球金认证了 2024年今天是2021年12月哦 公不会公不应求 大成长的主身趋势 头发来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中美金明年 可以让你再赚五成 那你赚七成八成九成一倍 那请问你能不能赚到 头发你可以赚到吗 你有雄心壮志赚到吗 你都曾经买过标股 但是你每次都跟一倍无援 为什么 信念精神 懂意思吗 所以坚持主身 要赚就赚主赚到头发 这是一个强心针 这是我可以帮助很多散户 可以改变你的地方 可以改变你做股票 做五年十年二十年 都无法成为赢家的宿命 好自己好好把握自己的头发 是不是光洁 光洁扣低51块半 今天多少钱 61吗 63了 扣低我的转折 扣3低提款机 51.5今天63了 那你要跟谁做 会费一档就回来了 会费一档就回来了 来马斯克 版图入侵台股 有没有讲过普关跟坚存店 那普关是不是赚两成 坚存店是不是买进 还有这个除能 是不是飞红 都讲哈 你看我的标股都有延续性啊 我不会跟你每天讲十档股票 每天换 懂我意思吗 你看这见顺店是喷出 然后呢他又喷涨停 喷涨停喷涨停 怎么办呢 是不是 事先讲事后验证 主身段的魅力嘛 好是飞红头发来 你自己眼睛 认真看用力看 告诉我这是不是扣3D 那是不是在40块8 有没有 然后呢 我有没有在福利社跟各位讲 就是网公司还很积极哦 他已经站稳全台湾 充电庄的四站龙头 他还积极的往除能方向去做布局 去抢什么 抢美国市场 更大特斯拉市场 更大个快充市场啊 除能市场啊 40块8的飞红 那今天是47.35吗 不对 又涨停52了 40块8又赚到51.7 27%了 是不是扣3D来的 那请问头发再次验证 请问我的扣3D 扣3D 是不是你股市的提款机 而且不是要买进而已哦 你还有雄心壮志报老哦 头发你看哦 他怎么洗你 他洗你洗得很凶啊 你一转落就卖掉啊 是不是 你常常都把标股给卖飞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再次跟各位强调 坚持主身财务倍增 是种精神 坚持要大赚主身断暴利 那也是种精神 你一定要把他坚持住 把信念 用信念把他坚持住 懂我的意思哦 所以这释迦老师 可以帮助你的地方 不要再去捡零钱 赚小钱的也很可怜啊 很多傻户每天被扒来扒去 真的很可怜 你明明可以赚五成一倍 你为什么选择过那么可怜的生活 想清楚这一点 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来好不好 是不是扣3D 11月初就布局了 11月底 11月底布局了 今天 可以吧 这场股票 1月份公布12月营收 会报历史新高 我讲过很多次了 今天开拍一档股票来 我上周六是不是免费送战报 是不是元宇宙长驯是刚开始 那预创涨一倍 你不用追对不对 我们已经赚一倍 你不用去帮我们抬轿 但是 另一波黑暗洪荒之地 有没有讲 礼拜一讲 礼拜二讲 昨天礼拜三讲 今天呢 你来看这是谁 那请问是不是扣3D 是吧 休息五个礼拜扣3D 那请问他是谁 12月20号本周一有没有 本周一大盘大跌那天 我说是甜甜价的买点 我们那天去买什么 去买宏达店 80.8的宏达店 那今天87.3的 你看哦 礼拜一是不是扣3D 扣3D 是不是提管机 提管机没错吧 懂哈 微生也是啊 有没有 所以自己好好把握机回来 这张是谁 这是我说的什么 他转折有没有看到 也是扣3D啊 有没有 他是什么 他是本益比只有8倍 大盘本益比14.6倍 今天一定比1815 可能是有15倍左右了 大盘本益比15倍 那然后呢 这张股票8倍 明年成长性很高 那请问可不可以买 这是谁 这是利台啊 昨天利台是84.7 昨天84.7附近通知买利台 标果特工队 然后84.7 然后昨天喷涨停89 今天再涨停98 可以接受吧 昨天84.7扣3D的利台 那今天97 98 可以接受吧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方法 一边赚钱 一边学最强扣3D技术的方法 好请各位把握机会 投资本来 火车火车又来了 你看啊 投资本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概念 你看哦 一档股票 过去是负血率 这边是不是改成正血率了 正血率之后 涨一段之后 是不是进入火车月台休息 是不是观察有没有 观察是不是 离开月台的时候是往上 所以我说过 主身段标股 这个技术班都会教 你看哦 昨天昨天买这里 昨天买这里 对不对 今天可以接受吗 昨天买这里 今天这样子赚13.5元 可以接受吗 就是这样的训练 一边带你享受主身段的喜悦 然后呢 一边学全 对你一辈子大富大贵 都很有帮助 激励效果的技术 这个最强的技术 你看哦 底型这么完整 那非喷不可啦 你买在起跑点 然后呢 享受被市场 全市场抬家抬家的喜悦 懂啊 就是我的理念 就是我今天讲到很多 对不对 讲到很多观念的东西 我希望真的对你有帮助 特别在岁末年中 你这一年过得不好 没有赚到很多钱的 我认为你都有机会 只要你月一开始 永远都不会太迟 因为12月份营收会喷出 但是1月就会公布了 公布前赶紧务必持有 务必持有 我们等开牌哦 等他公布营收 我们来享受江老师 就是园区的第一手 产业讯息好好的把握机会 18718会来 今天已经提高到18958了 把握机会万九也会来哦 火车月台一态理论 一旦突破枪顶 海阔天空跟这边一样 海阔天空要这边有多少 这边就有多少 所以他不是小获利 他是大暴利 他是三个月的暴利 请各位积极把握机会了 把握最后把握 还有一点点 maybe还有一点的时间 买在万八以下的机会 因为过一 18034你一定要追 18034你也必须要追 为什么起跑点当然要追啊 与其追18034 不如把握最后还有机会 买在万八以下的机会 至于把握机会了 把握不要看万八 看18500之上了 所以我给各位一个 这个农历年后才起算 会期的优惠 等同于越早参加 因为卖一天 过一天就少一天嘛 越早参加 越早享受 来留言加168 或者是08006680 把我的电话把它拨通 行为员帮你做持股的转换 全力表股 明天就要进场 那我的节目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